中國原來是沒有獅子的 OK 所以玄天上帝的坐騎是虎 有一個很重要的神 虎在我們的傳統裡面 它就是 從台北到宜蘭 有一個山路 有沒有 草陵古道 它有一個地方 剛好是那個風非常強的地方 那以前宜蘭人都要挑扁旦 到台北來賣一些魚什麼的 經過那邊的時候 那些宜蘭人都很辛苦 就很容易就被催落山崖這樣子 後來就是有一個 很有名的當地的一個道長 他就是直接在那邊 就寫了一個老虎 就是遞了一個虎字碑 OK 在那邊震住那個風 為什麼 所以呢 要虎才可以震住風這樣子 對 所以虎是可以震煞 所以這個會跟他的新娘神 因為新娘那天很大 所以會跟他的新娘神 會有點衝 新娘神會嚇到 對 會衝到